马永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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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也没有身影,到了夜里才大声呼腾, 继而又自怨自艾,连呼姓马的非好汉子, 渐渐没了身影,到了半夜就因伤众挂了, 马永贞的头、面、手臂等处, 共有十一处刀伤,这一年他才二十八岁, 马连也被巡捕抓住了,巡捕在一栋天茶楼上, 石德刺刀一柄,刀鞘一个,石灰包一个, 又在马连寄存东西的沙原家饼店, 搜出东洋长腰刀一柄,小四刀一柄, 上面血痕还在,还有借手刀二柄,刀银一个, 手枪一只,大洋五十余元,以及零星物界, 马永贞的侄儿慕长春,上告到英租界法庭, 请求申冤,并将马永贞按照伊斯兰教仪式进行安葬, 根据顾忠希的口供,他是河北张家口人, 现年二十六岁,他和一个皮姓马贩子, 犯了七十余匹马,沿途卖去四十余匹, 姓皮男人就回去了,然后顾忠希独自带马来上海, 住在一栋天茶馆附近的饼店内, 马永贞向他买了一匹马,价格是二十两白银, 马永贞不付钱,反而说他出到上海不知规矩, 马永贞说,谁不知我马永贞名字, 凡是马贩子到上海必须送大洋二百元给我, 如今不过区区一匹马的钱,为何还要相逼, 以至于发生争论,顾忠希说, 他先被马永贞一般瞪打晕了,以后的事就知道了, 马连的口供,他是山西湘宁县人, 同东家里送饭马来上海,住在沙圆饼店内, 知道顾忠希从青江带来了一个时期, 八岁的少年,长得很帅气,被马永贞盯上了, 说要借用一下,顾忠希说人家, 小孩家中尚有父母,所以就送回了, 马永贞借的顾忠希那匹马已经卖了, 钱进了马永贞的口袋, 马永贞没有得到那个少年, 就污蔑有小孩被顾忠希诱拐, 要向顾忠希借大洋二百元, 因此,顾忠希邀他同去茶馆亭里, 他从旁边解劝不听, 于是就下了楼, 至于马永贞的刀伤处, 确实不知是被何人所砍, 后来,寻补江顾忠希, 马连收监, 是否抵命就不知道了, 顾, 马等人的话不能全信, 但马永贞肯定与他们有经济纠纷, 而且肯定是被他们谋杀的, 看来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啊, 何况这些杂种用的是日本刀, 袁彪和金城武演的马永贞, 基本符合事实, 里面的一壶唇就是一栋天, 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